101 信報財經新聞,黃金避險功能依然可貴 2015年7月22日監促法B13神州內外卓兩金價 至2011年9月升餘每盎司1900美元後反覆下跌 近日急錯後更增跌穿1100美元水平 屈指一算,黃金紅市已近四年 不禁令人懷疑這種被譽為終極保值資產的避險作用 美國聯儲局結束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 對金價是一大不利因素 然而,整體來看,支持黃金的利口因素遠較負面消息為多 日本央行屢次加碼買債規模 以接近完全貨幣化日本新發行國債的程度 歐洲央行同樣大舉兩歡 其資產負債表況將速度與聯儲局 三峰直時相約 瑞士是全球資金的避風港 瑞典是史上最早出現中央銀行的國家 但兩地的貨幣政策決策者卻突然也忠於非傳統工具 不僅推出量寬 甚至更把基準利率降至負數 一系列政經事件亦理應刺激金價上揚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在中通勢力不斷擴張 烏克蘭東部武裝衝突 以及瑞士關於強制央行持有黃金的公投 最終被否決 均未能刺激金價 即使擾揚已久的希臘債務問題 曾經向該國脫鉤的中國發展 也沒有為黃金注入生機 量化寬鬆最終導致惡性通脹的憂慮 曾經是推動黃金升值的主要因素 而環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的寬鬆程度 確實小無前例 三輪過後 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 從約9000億美元表升至近4.5萬億美元 升幅高達400% 高通帳沒有在入常商品與服務中出現 與以下兩點原因有關 一方面 央行人鈔所創造的是基礎貨幣 只有通過商業銀行放貸活動才能轉化為新增貨幣供應 為銀行在金融危機後取貸保守 對受信決定相當謹慎 以至大量基礎貨幣以額外儲備的方式存放在央行 從未真正流入實體經濟 惡性通脹無跡可審另一方面 經濟活動雖然得益甚少 但零利率政策與量寬為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 顯著改善了金融環境 刺激資產市場做好 商品與服務價格升幅受控 資產價格卻急速飆升 美國標普500指數從2009年3月低位至2015年5月高位 累計升幅增高達215% 超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的對象主要洩資產價格 而非整體物價 既然投資者對惡性通脹的擔憂屬於過濾 黃金就難免從高位回落 黃金作為避險工具 其表現上算可圈可點 只是以美元計算的金價埋沒了該稀有金屬的吸引力 烏克蘭危機爆發後 從2014年初至2015年2月 以俄羅斯勞布計算 金價最多增上升近120% 若以烏克蘭貨幣格履寬納皮尼爾計算 黃金同期更暴漲於322% 另外 翠皮寧兩行進行大規模量寬 黃金自2014年初起對歐羅升幅增經高達三成 美國正經表現相對平穩 黃金的避險功能就難以從美元報價中體現出來 美元報價我講 而珍珠黃金一直都是最硬的通用貨幣 這也是即使在法定貨幣Fed Currency盛行的當下 多數央行仍然是黃金為其中一種主要儲備貨幣的原因 在人類文明史上 除了白銀以外 難以找到另一種替代品能與黃金的保值能力配美 承言 黃金缺乏創造現金流的能力 因此並沒有客觀的股值指標供投資者參考 波動性不是較其他風險資產更大 然而 即使在經歷過去四年的時候 金價在本世紀的表現仍遠遠拋離股市及商品 澳市絕大部分資產 從本世紀初至今 黃金上升約三倍 美國標普500指數與香港爭抄數同期均升約四成 彭博商品指數則只有單位數升幅圖 長期內看 黃金的保值與避險功能仍相當可貴 應該做穩健的投資組合中佔有一席之地 作者為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號 卓亮號鑑俗佛號神州內外 黃金避險功能依然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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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